在洛杉矶有这样一个读书俱乐部 从2016年9月开始的第一场读书会到2022年2月 大约进行了110场 在疫情期间都没有停止过 他们读的书超过了80本 累计下来有近2000人次参加了这些活动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读书应该是一个人的事情 那大家为什么会这样乐此不疲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在一个周末的上午 我来到了洛杉矶新路读书会创始人燕子的家 我们这个是全公益的 就是我的一个心理的路程 美国以来语言也不通 然后你看也没有朋友 那时候天天要哭一下子 我特别需要一个朋友圈 能够抒发我在这里的比如孤寂 对孩子的教育方面的一些烦恼 然后甚至比如亲密关系跟老公的 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互相不适应 互相都很烦恼的 有的时候你跟家里没有办法说 我希望在读书会上面 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烦恼的 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这是我建这个图书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让我自己有 然后让我周围的华人朋友们也有 第一次参加我们就在Arcadia Park这里 就五六个人 就那个起步以后一直到现在走过来 中间想要放弃过很多次 那我的初心是什么 初心就是让大家能够有喜悦 然后能够得到至少能得到一些智慧吧 比如说非暴力沟通 我们怎么样谈话 怎么样跟孩子们沟通 让他能够真的听到我的心声 我的初心就是这个啊 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内心的话 被拒绝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这里做得不好呀 或者有意见对我 现在我都不是这样子 现在我脸皮真的厚多了 我曾经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一个女人 就是这种读书 让我自己的心能够慢慢地沉浸下来 疫情的时候 我们都从线下转到线上了 心路读书会就一直一直地没有停过 然后在这个心路读书会上 我们也有一些共识 我们不传教 不涉及政治 不涉及什么各种的销售啊 保险啊 纯粹的我们就是来读书的 我觉得为什么叫心路啊 这真的你是办读书会 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不断地磨砺你的心性的时候 每次朋友都说 我在这里你付出这么多 其实我收获的是最多的 我现在做得很开心 虽然我经常还是受到拒绝 真的我是特别地感激那些书友们 你知道现在在这个浮躁的世界 祝你让自己能够静心下来 给自己一个 两个小时我们坐这里读书 其实是个很奢侈的事情 对 Newton 是个很奢侈的事情 我认为您非常地感激 我们就会和你一样